安波普通话足球快逊 2022年10月19日 马体会适应华丽简奴 西班牙甲组联赛周三凌晨再赢角逐 届时马德里体育会坐镇主场面对华丽简奴 马体会手握绝对的对赛优势 加上此番球对右主场出击且赛季整体表现更佳 马体会适应主场轻取华丽简奴不成问题 另外M直播会有本场赛事的现场直播 在输掉马德里打笔之后 马体会吞下了他们经济的第二场败仗 但很快球队在西维尔 杰罗纳以及比尔包身上 斩获三连胜强势回到正轨 通过这波联赛三连胜 马体会重返征冠集团 排名第三的他们和刺席的巴塞相差三分 和领头羊黄马相差六分 最近联赛这般出色的表现 亦令人暂时忘记了球队 在欧关联双循环面对布鲁日不胜的尴尬局面 安祖格利亚和安托恩基斯文近期发挥出色 前者在主营杰罗纳的赛事中没开二度 而安托恩基斯文上轮移鉴定江山 时隔五轮联赛再度贡献入球 看来被马体会正式买断之后的他状态 一迎来复苏时刻 值得一提的是 马体会经济防线稳固 军场失零点七八球的表现属于联赛前列水平 考虑到马体会此翻手握主场优势 且球队赛季整体表现优于华丽简奴 马体会示意迎波不成问题 阵容方面 后卫沙智奥列基朗和中场马高斯罗兰迪等人继续缺阵 华丽简奴目前排在联赛中游 攻守失衡始终是困扰球队的一道问题 目前10比12的得失球比证明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球队的10个入球分别来自8名不同的球员 其中一丝 伯拉桑士佼佼者一共录得二球 虽然攻击点繁多是一件好事 但在面对马体会此等强敌时 欠缺关键时刻的稳定输出点 亦是较为致命的 更为糟糕的是 华丽简奴经济做客抢分能力不过 卫西甲中下游水准 同时他们12个失球之中多达8球是来自做客 不难看出球队做客时的后防不利 亦是一大难题 鉴于他们上一次赢马体会已经是2013年2月的事情 且目前更吞下对赛6连败 当中进攻端军时白果 华丽简奴此行必败无疑 阵容方面 中场奥斯卡特利组合兰迪尼迪卡军因商免疫 感谢你收听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讯 感谢你的支持并订阅我们的频道 欢迎订阅我们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